人营年公祭孔子大典9月28日在孔子故里山东区复举行,纪念孔子诞辰2573周年,本届祭祀大典将现场祭孔与全球云祭孔相结合,启用网上祭孔平台,让海内外各界人士线上线下同步参与,追思至圣先师孔子。 上午九十整,大典启动,参纪人员步入万任宫墙内,参加开庙启护仪式。 随后,祭祀队伍来到大城殿前,主祭嘉宾和祭祀代表先后向孔子巷敬献花篮。 据了解,祭祀孔子的活动始于公元前478年,目前已被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参加这个祭孔仪式,我个人心情非常激动。 讲仁爱,种民本,守诚信,从正义,上和和,求大同,都在儒家文化中得以体现。 弘扬传统文化,就需要让更多的人了解传统文化。 我们想通过这个活动,能让我们中国文化,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中国文明史传到世界各地,也形成对俄罗斯我们有一个相互的交流。 老师们在俄罗斯也在传承我们的孔子文化,中华文化。 有很多俄罗斯年轻人,孩子们也在学习中文,学习孔子文化。 人迎年公祭孔子大典的主题为人礼天下,和和大同,通过环境氛围,服装设计,音乐编排等形式,实现礼川全城,乐观全线。 我也感到特别震撼,因为举办得特别隆重。 而且我能够看到这个中国政府对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这点也特别让我感动。 我来到这个地方也感觉自己非常受欢迎,我也非常高兴。 如果有中国人也来到我的国家,我也会欢迎他。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孔子说的那个由孔子远方来不亦乐乎。 任盈年公祭孔子大典总导演陈维丹告诉记者, 本届大典在创作过程中始终秉承着守正创新的理念, 坚持深入挖掘工绩活动的文化价值。 完全围绕着我们这种新时代为基础的这样的一种创作的思维和这种方式吧。 然后要用它,我们要借古说金,以古诵金。 因为今天我们来祭奠孔子更重要的是要传承和创新我们的中华传统文化, 以此来更加的我们坚定我们的民族自信。 这种新的研究室 那种新的研究宾 请问大家 谢谢观看